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感谢赐家的资源 看台湾有这个租权 人共赢的客人 发抵抗十万年前 客人来到台湾 投赌客 异乡人 他敢于发现百国难言 长期的合法的身份 客家人勤劳节俭 赚一块要存八毛 跟国家政策对抗 财富也好 地位也好 一夜之间就没有了 1947年 2027年 发生了一个34年 三块充的大十年的时间 我没有讲破家话的语言 被那个连续小孩说 她是欺负我的儿子 她说我听她就不爽 她就跟她对方打架 从此以后 不只在外面不能讲破家话 家里也不能讲 我做的文篇影工资 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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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的是赐家所在的 赐家的土地上 韩国家深刻的了解 赐家的营养文法 甚至了解 赐家都带去马上 也不能讲 是赐家的议题 行是司机的议题 吴姑 又是全部的 是吗